巴西一个轮椅舞团 以多元的轮椅舞蹈 创新大胆的舞步 加上与一般舞者的完美搭配 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坚忍不拔的生命斗士 展现了声障人士的无限可能 也让他们舞上国际舞台 来到巴西舞团的排列现场 一群声障人士将轮椅变成舞鞋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这个1999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舞团 曲风相当多元 不论是嘻哈 霹雳舞 国际标准舞 或是深居民族风格的森巴和放客 都难不倒这群轮椅舞者 最独特的是 舞团由一般舞者与残障人士 共同组成 表演中步伐旋转 跳跃与抬起等动作 搭配起来既敏捷又协调 希望借此鼓励观众 重新思考日常生活 与残障人士的互动方式 增进彼此了解 事实上 文艺舞蹈是声道者自我发现 与自我接受的一部分 与物理治疗 心理滋伤和营养之道 同等重要 除此之外 根据团员的参与程度 每人每月可领取三百至四百美元 不等的薪资 让生障者更能融入社会 她一直在舞台中非常充斥 所以她想显示 她能够有这种艺术方式 能够有这种艺术方式 她不必须有这种艺术方式 她能够有这种艺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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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 舞团已在世界各地演出一千多场 2012年也曾代表巴西 在伦敦采奥会闭幕式上表演 现在团员每周锦罗密鼓排列三次 为即将来临的2016 里约热内奴奥运做好充足准备 2021年突然永热内奴 收 nurt connected to working 伦敦采奥 downtown рам语 谢谢观看